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你是赢在才能呢 还是赢在心态 好像两夫妻 有时候是一方的才能比较好 另外一方的心态比较好 各有输赢 反省一下自己 你是赢在才能呢 还是赢在心态 要知道自己输在哪了 有些人以为啊 自己输在才能 认为自己才能不好 经过反省之后才发现 还不是才能的问题 重点 是心态的问题 很多人都是输在心态上 他们的心态需要调整 需要改正 一个人已经有才能了 再调整他的心态 心态变好 变得光明积极正面 这样他就是得胜有余 胜了又胜 两次的得胜 所以各位朋友们 已经有了一些的才能 再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相信我们的人生 赢的胜算是非常大的 好 祝福你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